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 你比小公主的沙滩旅行,要去尝一尝什么呢? 来制作棉花糖吧。 棉花糖看起来真好吃,我也忍不住想试着做一个呢。 我来教你做吧。 学哪一个好呢? 你比小公主可真厉害,什么都会做。 制作棉花糖的原料是糖。 不过这个机器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刚选择到棉花糖样式是黄色的,所以加入这个黄色的原料。 看得不错。 打开这个机器。 要用这个小棍子将糖捡上来。 得触碰正确的糖心哦。 在屏幕的上方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糖。 是这个圆形的,有一点发橘色的,需要三块哦。 将它卷了上来。 好像最后一块了,吃鲜了。 棉花糖是一个整体的形状做出来了。 我们制作的棉花糖是一个小羊的形状。 需要月亮的糖状。 这个是制作小羊的羊角。 红色的糖,是来制作小羊的五官,以及最外面的羊毛。 你制作小羊的羊毛。 我们制作小羊的羊毛。 我们制作小羊的羊毛。 一会儿我们需要用收集来的这些小东西去装饰我们的棉花糖。 不过,宝宝们一定要小心哦。 不能接到小鲨鱼,要躲着一点点。 这里面有好多小鲨鱼呢。 宝宝们一定要小心哦 接到了好多的小视频 要尝尝吗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接到的小视频啦 好可惜 有两个小视频没有接到 不过没关系 这些小视频已经很多啦 快来装饰一下这个棉花糖吧 让它变得又好看又好吃 我准备把刚刚接到的小东西 全都摆在棉花糖上 哇哦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是202饼干 这是一个小人 哇还有一个猪头 这是冰淇淋 哇我们接到的种类好多呀 都已经摆不下了 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已经都摆满了 快去跟朋友分享一下吧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棉花糖的制作 你们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想要跟夏日葵玩更多 也有期待的小游戏 一定要关注可乐姐姐的频道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